大家好,我是喜哥,我是吳仔,我是喜5 好了,今天這條片回覆上次一條片,很多網民的回應 嘩,那條片的like和dislike厲害了 這些真是叫爭議性 好像看到龍珠兩大高手鬥球一樣 那條線在中間,嘩,偏來偏,開頭我打了一邊,然後那邊又逼上來 那些like和dislike這樣會發生 自從毛熊公子出了毛熊新世界第三條片直播之後 我那個dislike數又逼上來 很多人就問了我很多問題,今天就要一一解答你們 非常之有趣,非常之有趣 在開始之前,記得給like、訂閱、play me、鈴鐺,支持一下我們 那我就想首先說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就說,喂,慕容公子那條片 你說他一個廢青,一個廢青,我只會打機 他說之後,其實他也有說,那個反送中那些 他也有發過聲說過話 他說我誣衊啊,慕容公子 其實呢,我就不是說誣衊 其實呢,我有時候的片,就不是說只是給你們的觀眾看 那其實呢,在裡面呢,很多的東西裡面呢 其實是話中有話的 話中有話 他說慕容公子,他自己看了就明白了 就是五仔看他之後的出片啊 為什麼那晚會出條直播啊 他裡面說話的內容啊 我相信你都明白一下,五仔的話中的意思的了 就是有部分網民就看得明白啦 就是看得明白為什麼啦 那慕容公子自己看得明白就可以啦 因為有時候那些東西就不用畫公仔畫出腸的 那有些人說,喂,慕容公子提都沒有提過你啊 人家不認識你啊,靠這些東西吹水 我就說,就不是提都沒有提過的 就是呢,他在IG上呢,是有 出了一張圖,有五仔的名字的 那麼就問了一個問題啦 不要那麼嚴重啊,什麼借過那一個啊 好笑啊 我拍這堆片的時候,後面背後當然是有些人啊 有些朋友啊 他就說,喂,五仔你都很留守啊 你都說得很隱悔啊 他說,我給了一張是他啊 他直接夠膽在上角上啊 打這個什麼薩瑪利亞防治事實協會那些電話放在那裡 叫我忘公子,你不要靠得… 你不要這樣啦 正所謂君子不立遺場之下,是不是呢 那看回你那個直播,那個內容 我看完之後,有些人還囂張啊 在說,啊,人家現在上了熱滿一了 是不是打你臉啊,五仔 你都是上香港熱滿三而已 這樣,打不打臉呢,就好老實說 之後呢,我告訴你,這件事很好笑 那我先說,無紅公子的直播內容 那他其實呢,我看了一堆東西,他就很生氣 看到他當時的程度 蛤,有些人拿了證據出來,全部都截圖了 但是呢,他截圖了之後呢 其實那堆東西的內容只不過是 啊,這班人呢 講同一些東西的,同時間講同一些東西 那五仔的感覺就是,這樣就好咯 講回小朋友齊吵架的東西,是不是呢 就是你,搞開那些就搞那些咯 搞一些細小的東西,是不是呢 沒事的,你這些五仔,我給你那段影片 是啊,我有進來看的 不過呢,最好笑的花邊新聞就是呢 在直播的途中啊 屎萊姆啊,屎萊姆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啊 在這裡啊,有傳圖給他,有傳圖給我啊 不是我接濕你啊 現在全部網民呢 都已經給我們圖了 希哥好像有話說啊 我最初還問你那個是不是假帳 因為之前在你的影片裡聽過 你曾經有騙語過他 然後跟他說有個假帳裝你 然後說是不是就是那個假帳 然後看過那張圖 很多年啦 那個假帳,是不是呢 當年,五仔都曾經 告訴一屎萊姆聽 有人假帳裝你 在我那裡留言忍戰 現在不是啊 直接上去那個無農公子的直播 但是這個是不是假帳裝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當年我告訴你 一定是假的 現在今天呢 我不敢說啊 老實說,怎知道 怎知道是不是有人不敢回應 但是看著有人在周圍在唱衰 然後突然間就進去 說他收皮啦 因為其實在無農公子的新片 無農家亮的新世界 那裡說了什麼控制言論 我看到屎萊姆也在留言 那個是真人 他說 我都想我控制到言論 哈哈 這麼搞笑的 哈哈 所以這句話已經感覺到 他說屎萊姆其實在公關是屎到不得了 他當時去回覆別人的時候已經是 沒事啊 很小事啊 那我先留言 怎知道別人的影片 八十多萬人看過 你想想香港 看得到Youtube的觀眾都已經知道這件事 很划算 Youtube都已經推悟仔去熱門3 去到最高的時候 說說 悟仔和屎萊姆的關係已經unfriend了 還依然很多人說 悟仔是屎家軍的公關大臣 對不對 這個想法 偏幫 其實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網民的智慧 只是去到那個叫做二分法 只是去到那個叫做勢力二分法 他們三國都想不成了 不要說七國 還有呢 為什麼那個dislike 會這麼抗衡的那麼重要呢 我看回一些留言 有些很多很多人就說 五仔 對阿細B 很好 就是說你比喻他為茶餐廳阿伯 已經是幫了他 他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什麼什麼什麼 我這下就好笑 為什麼我要爆那麼多東西出來呢 每逢你們的網民刺激到悟仔的心心處 一覺得悟仔覺得有些東西被人冤枉 我就爆料了 正等於那些人說 悟仔要維護細B 哈哈哈哈 即是未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有時跟阿希哥聊聊聊聊天 我都會說 有時某些網絡人 其實跟阿五仔都困過兩下 得罪過的 真人是不是 那我 細B呢 就真的有沒有呢 那內容就不說了 那當然是你對我的說話有點冒犯 當年開會的時候 但是喂 老實說 我又不會因為你說話久不回答 而我今天要做你 踩爆你 我不斷地說一說 因為老實說 你也不值得我提你的名字上香港熱門 這些小雞蛋糕 我都說慕容家亮要打你 都拖馬屎萊沒有下水 既然有人在全力攻擊你 那五仔又何必要做這些事呢 不過你說要分析呢 就可以說一下東西 即是我看細B 那封今天道歉信 道歉聲明 又公司又盛世 又公司又朋友控制 哇大哥我只看到你那篇道歉聲明 我以為羅志祥在搞道歉聲明 什麼 公司不讓你發現 朋友又叫你不要什麼什麼 你這些就是推卸責任 你自己寫得對的 被人罵要定 被人打就站定 但是你也是不站定的 你也要拖些朋友 也要拖些公司下水 你自己承認他 我口賤就賤 我屋邨出身 一個沒什麼讀過書的人 出來和朋友平時唯一唯一說這些 突然出來引起公眾的不安 本人深切感到歉意 行不行 做人可不可以不要拖人下水 你這些就是 現在和屎萊姆割蓆的那些人有什麼分別 我不認識他 我之前說怎麼都支持 我現在不認識他 拔掉那些人下水 不是我的責任 你這些道歉聲明 我一開始看到有公司 你不說 別人也不知道你有公司 細必哥 我以為在看哪個天王巨星 在跟人道歉 道歉聲明又噁心 之前做了些事又噁心 你說很多人人身攻擊你 那五仔當然不會說 五仔的口說就特別討厭 但是不說 人家以為我會維護你 那就不斷說這些 他說什麼 那個是無意間被洩露了出來 所以不作準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承認了平時是一個假面具 在螢幕外面 說回梅隆家亮那筆 有些網民 很buy他講話 然後又說 沒有人聽你說話 你那個 你下面的like和dislike在這裡 在這裡鬥歸波 對不對 又like又在這裡鬥 但是老實說 我跟大J哥剛剛都已經聯手 可以叫做聯手 一起出了一條廣告 那你說是不是打面慕容呢 慕容最大的項目 在圖那個cover page上寫著 壟斷網絡利益 因為我跟大J哥 你都知道 血海深仇 你們講到 但我們都一起出job 一起出job片 告訴你這個世界 哪有壟斷利益 但是你們 依然 是會做他們的 用這個point 不要緊的 這個世界是不需要討厭你的 你最緊要夠憎厭你的 憎厭這個人 憎厭你 你說大J那個廣告 你又說我幫屎萊姆 屎萊姆 屎萊姆收皮不關我事 說真的 老實說 如果我是他的朋友 我不會天天拿他出來說 我一定會收爹 我一定不會拿屎萊姆出來說 如果我是他的朋友 我不會說屎萊姆 但是他的對家都不是好人 五仔今天講波 老實說 慕容家亮 上了直播遊戲的熱門 第一 是不是 那你攻擊那班人 本身搞什麼呢 搞Gameplay 是不是 OK 那你上了No.1 是不是 即是叫實至名歸 這件事 是不是 人家如果 如果不知誰 有隻鹿在打機 進去只是Dislike 那不如直接不要開 是不是 如果細B那些打機 屎萊姆那些 本身有job摺 沒有job摺 已經那麼臭到那麼緊要 沒有job摺 即是那些K字頭 那些打機 會不會被你衝進來 港市家軍 好像已經摺了 沒有出來搞直播 是不是 所以我說 你熱門遊戲第一位 你是不是厲害 是不是實至名歸 但是老實說 你說熱門遊戲 那五仔打算進去 打機 進去 真的一隻遊戲都沒有 又不是打機 現在Youtube的熱門 真的很沒有公信力 真的 五仔都上到香港熱門3 所以你說你這個熱門遊戲 一都沒有遊戲在裡面 或者你當那個東西 真的是遊戲 當那些拿圖出來 你看那些人 又是一年堂 在那些說的 那我看到你們 那麼支持你 沒有用 你們也有另一個聲音 那人家又哪有滅聲呢 五仔 最有資格被人說滅聲 真的有人跑來警告我 是不是 收聲啊 對 但是有些網友說 五仔你站得硬 如果給別的網絡人 那又是被他會禁制到 所以香港人反抗 沒有人可以禁制到你的言論 他們是做得不對的 我一樣爆他了 告訴你 你是不對 我自由說話的 你找一個人出來 想禁制我 不讓我出片 剪好了 大哥 不出片 你真的 走來說幾句說話 抵毀我 然後就叫我收爹 這樣 即是他們不對 我一樣會刺 但是你說 好了 你說大J哥有腳接 那大J哥說 那些人說什麼 壟斷網絡利益 有腳接就有腳接的 你看我卡丁車 是不是 姜領諾都接了卡丁車 你說 因為我平時沒有這些 打機腳接 打機的嗎 他不是拍自己嗎 對 從來都沒有 所以你說 在網絡界有廣告的時候 有一班人收了皮 那又有另外一些人有事做 那姜領諾那些就不關事 整件事完全沒有出過聲 那些純粹是他個人名氣 然後接到那個job 但是你說大J哥 開頭開始 搞完一頓 那班有gameplay那班 gameplay那班 市家軍有沒有這些job接 我不知道 有沒有 不知道 你們網民告訴我 那 真的 那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壟斷利益 那是不是壹言堂 你們都是自己 你們自己想 所以 壟斷利益 大J哥跟五仔 就一起出片 就說了這些是不是的 那但是你們 都依然要當那個人 是好像 神那樣拜的 那就是神那樣拜 那至於有些人說到 那個comment 就說 喂五仔你把口都幾賤 尤其是說一下波叔那裡 五仔把口賤 我分析給你聽一下 我真的分析給你聽一下 波叔呢 由五仔拍了那條片之後 我不信他不看 又或者真的沒有看 又真的沒有看不出奇 又可能看了 他的朋友都會看 是不是 那我當波叔有看 我先當 那他 如果有人敢說自己的身體 哇 當然第一時間會生氣 會不會生氣 就是別人說你這樣那樣 你也會生氣 如果我說你身體可能有什麼什麼病 但大家不懂的 OK 那你未必會上網說 那你第一時間 當然是跟身邊的朋友聊一下 有些人家網上這樣說我 那些朋友會怎樣跟他說 那些朋友會怎樣跟他說 是啊 他又說得對 那麼生氣 那些網上那些 值得你為他爆血管的嗎 喝少兩杯 早點睡 就是啊 他的朋友都會這樣跟他說 大哥 為那些網絡垃圾 動真氣 你以為我鋪一張圖出來 那時候 臉都紅了 哇 好像想爆炸那個博叔 你以為是五仔 那張圖 你以為你做十八二十二啊 你看那張圖 慕容家亮在IG貼關心博叔 你們兩個同一陣線 他們喜歡拉戰力 你同一陣線都真的關心博叔 我講那些話 老實講 我說的說話好語壞 在乎溝通與關懷 你們這些網民是吃花生的 你們從來都沒有在每個人的出發點想 不知多想說說說爆血管 那些話更好看 有百萬view 很多壞人是這樣 香港人看人家最開心 其實為他好 為他身體好 我們為他身體好 幾多 不知道在日本 那些網絡欺凌 搞到人們自殺 剛剛有一個女摔角手 對呀 女摔角手 剛剛又不斷說他 慫恿他做某些事情 喂大哥我們是人來的嘛 血肉之軀 每晚吃煙喝酒 對著這些垃圾 不關自己的事 穀到爆紅了 整個臉 喝酒紅麵紅 已經是對酒精裡面有一種物質敏感的 在肝上有一種中毒反應 你在網上都看到的 你會知道的 這些東西 你不顧自己的身體 我們看到就出聲 尤其是現在正在讀中醫 還有講一下健康資訊的youtuber 現在事態的發展 不用見到就慕容 就OK的了 現在我覺得你 有些東西不用說到這麼白 有些隱藏的訊息 就不是說完全說給觀眾聽 總之當事人聽到 就明白了 乖仔了 那你就做回你的正確方向 喂 說一下脫掉了 忘記說一下屎萊姆那時候 究竟是不是真的叫人收皮的留言 現在包上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看人的直播影片 你下面留言 就沒有用的 現在大圍的勢力 已經是叫做 收了你皮 不是你打字收皮 不是你打個字叫人收皮 因為你現在的網絡形象是差到 我相信就沒有廣告商 找他們的市家軍合作了 是不是 如果你們在那個名單裡面 我想你們都幾麻煩 我相信很快有人割席 就會更多人割席 你信不信 嗯 所以搞到他 前經理人都有出來 鋪篇文說話 你不要逼他 逼他可能轉藍 喂老實說 是呀 我覺得 你說屎萊姆終極的形態 喂 他說自己是黃 你們又在那裡背他 黃又是被人XXXY 藍一 對 是嗎 Super 到時我告訴你 整班人KOL200 他整個市家軍都轉藍 老實說 是網民造成的 每天Facebook YouTube 廣告全部都是 看到屎萊姆 到時還眼淵 你還眼淵 你天天好像譚詠麟 如何失去身家 再有三億 東山再起 你天天看到屎萊姆 如何 Dislike王 變了現在愛國好男人 你死了 我不想看到這些情況發生 其實 老實說 你們網民 如果你們是這樣玩批鬥 你們黃 老實說 如果我去持平說 這些什麼顏色的事情 黃都是潰不成軍 因為這個內鬥太厲害了 老實說 我經常在追大J哥的沙拉錢 我沒有說他是藍的 我沒有講過題都沒有提過 我只是說 喂 你籌了一期的 你有單有據的 好像五仔那時候籌了三十萬 三十萬沒有有單有據 告訴別人三十萬去哪 你不是的 你要有些人幫你自動補完 將那個消失的二十九萬去吹 被人吹說你是幫手足坐快艇著草 你真的被人吹吹吹 你的盲粉 搞到你被人拘捕有粉 我告訴你 所以數目就要分明 你不要偷偷搏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 這些網絡平台 看著這些人 跟你說 沒有人可以借這些東西 去吃人血饅頭 因為香港人是會發聲的 那阿士呢 他當然要出來解話 他現在完全沒有網絡市場 如果你接到一個工作 你接不接好現在的工作 我現在的網絡 你遇到很多Dislike 你才給我 那客人就走了 是不是 你們最開心的 大家最開心的 他沒有工作 現在五仔都有工作 是不是 你說我幫他 傻了 我只不過是看到一個人 那個情況現在這樣 很多人都分析 很難搞的 或者要是轉幕後 要是真是Yellow to Blue 你怕不怕 你到時候很眼淵 你在Facebook看到他 是不是 如何翻身 突然間 按一下又彈三個出來 哇 我看到那些譚詠麟 中鎮濤那些 就已經看到眼睛都冤了 想電腦的螢幕都丟掉 所以這個發展 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這個機會不小 我們搞這些 我覺得網民搞這些 你想一下 我們應該用思想去改變他 就算你老爸是男的 你都 看看用什麼方法去感化他 不要說 你不要跟他割 因為你跟我顏色不同 我們希望你去感化他 對不對 他不是 你去批鬥他 那跟他鬥爭 兩邊鬥爭 我又敢化 怎麼敢化呢 上帝都敢化不了他 他膽敢拿上帝的牌頭出來 搞事搞風搞雨 所以 我覺得 在這個社會上面 有些人 雖然不太明確 顏色 多一個朋友 比多一個敵人 如果一會 五仔不幸言中 那就糟糕了 到時 將來派的發生 有些事情真的不希望發生 就是 譬如 無容無可疑 大祭哥被捕 或者 史萊姆 如何一夜翻身 成為香港首富 那些 我都不希望 在YouTube 看到這些新聞 明白嗎 我講發生 都不想講到這樣的程度 對不對 什麼 史萊姆失去了一切 不是 你在製造一個故事 給他 所以 如果不用講花生 講到一天 要講這些故事 真的慘了 但是 我相信 在不救的將來 肯定有很多不同的KOL 或者不同的Youtuber 是 會向這個方向發展的 但是 這些 往後的日子 看看怎樣發展 再說吧 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講 大家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鈴鈴 還有Pay Me支持我們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